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警察就是不務正業 有賊人就不去抓 專門抓示威者和圍捕年輕人 這班人本來已經在社區裡減少巡邏的次數 甚至連簽導簿都不見了 或者他們聲稱的巡邏就是坐在警車上 駕駛駛駛駛 當然 賊佬見狀當然 走去踩線 繼而作案 社區上的罪案都不斷增加 昨天在屯門又發生了一宗 兩個男人去募警 然後搶了121萬元的現金 這件事是甚麼事呢 原來在昨天的傍晚6時多 一名63歲的男子 他逃經屯門警署100米以外的建榮街 突然遭到兩名自稱警員的男子 折停 跟他說要求查閱他的身份證 阿伯看到對方的身形強壯 好像電視劇裡的警察 即使對方沒有出事到委任證件 亦不如有詐 配合調查 拿出了他的身份證 期間那兩名自稱警員的男子 突然搶了阿伯 裝著港幣21萬元的紙袋 然後迅速轉身 逃去無蹤 這名阿伯當時才愚夢初醒 原來折查他的身份證 這個人未必是警察 他試圖追接 不過於是無奈報警求助 警方經過初步調查以後 將案件列為務警和盜竊處理 交由屯門警區的刑事調查隊 來跟進 正在追緝兩名涉案的務警男子 這件事到底給我們啟示 有兩點 第一點 這是警察不配戴委任證的後果 每當市民要求警察出示委任證 肯定會遭到拒絕 哪怕便衣警員 軍裝警員 防暴警員 一律便不出示委任證 你叫警察出示 肯定會被罵 甚至被打 噴胡椒噴霧 拿警棍打 所以這件事 對於這兩名務警的男子 沒有出示委任證 他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 因為就算問 也不會出示 好 於是他就信自宣 誰不知就冷不提防 原來是賊人來搶錢 這些正正就是警察自己做壞了的頭 甚至在這件案件當中 其實務警也不是最準確的描述 應該用疑似務警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名犯人 其實沒有人能夠判斷是警察 還是不是警察 可能是休班警也不定 沒有什麼警 真正的警察 你自己也不肯出示委任證 其實大家只是想想想 尤其是便衣警員 說過信義 這次這件事就是 你穿著那套甲賴衣 大家都可能相信你那套衣服 對吧? 就是先相信 更加何況就是 你穿著那些普通裝束燃 跟別人說是便衣 誰知 不是說信字 說什麼? 第二點 這件案件 其實就是你香港警察 破壞法治所帶來的惡果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本來你這幫香港警察 如果是按照警察通例來執法的話 市民想找位進入你 市民想批評你 都非常困難 但是你現在就故意有例不依 甚至乎是怎樣? 就蒙面遮仰 故意覆蓋自己的行動符號 他們聲稱就是要避免被人起底 大家看看那個監警會副主席張華峰 都說不展示行動符號是做得好的 因為要使到那些警員執法 就無後顧之憂 什麼叫無後顧之憂? 就是遮蓋自己的身份 掩藏自己的身份 然後就可以在這個 無識別的狀態之中 就作出他的暴行 行使他的私刑 然後就想逃避法律責任和後果 這件事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比如說昨晚 你這幫偉俊仔 就在挑戰鄺俊宇議員機 誰不知鄺俊宇很厲害 他可能沒有近視 他離遠就看得很清楚你們的行動符號 最終他在這裏喊大聲公 在馬路行人路喊大聲公 那些警察就站在馬路那裏 他逐個喊就喊他們的行動符號出來 那些警察一聽到自己的行動符號就縮了 又不罵人了 很明顯他們就很害怕自己的身份被人識別出來 哪怕現在真的沒有任何一個制度上的力量 或者是個人的力量 是可以制裁制行這班警察也好 其實他們自己內心也是非常巨派的一件事 就是當他們失勢的時候 是會遭到秋後算盡和政治清算的 萬一被人記錄了這些惡行的時候 他怎知道將來日會出現什麼情況 其實他們對於這件事一樣是很恐懼的 如果不是經常反對獨立調查委員會 連他形式都不知道 談什麼查什麼都不知道 就馬上反對 因為就怕查到自己身上 說回這件案件 其實就是那些警察 不依警例去展示自己的委任證 所延伸出來的一宗罪案 這些警察經常說 你們這些市民、示威者 如何如何都可以破壞法治 損害法治 其實真正破壞法治和損害法治的 就是香港警察 其實法治根本上只有執政者 當權者 掌握公權力的人 才有能力把他破壞 我們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指出這一點 就不要讓他好像日日說 月月說 年年說 日日走出來洗腦式 拉布 就說市民破壞法治 就搞得好像有些人信以為真 一定要怎麼出這件事 是他們破壞法治 至於這件事務警搶錢 那就違法行為 違法行為 你便拘捕他 根據伯哥的線索 很簡單 好了 說說另一件事 也是在昨天發生的 原來這個撐警藝人楊明 在灣仔 軒尼斯 投資了一間 燉湯店 的分店 昨天遭到一群人的裝修 門口的玻璃被打爆 他接受記者的訪問時 怎麼說呢 他說 是呀 今天被人打爆了玻璃 還有有人扔一些雜物進來 但就沒有汽油彈 最初都有在門口噴字和貼東西 之後就打爆玻璃 記者就問他 其他地區的分店 有沒有遭受到破壞呢 他說暫時沒有 不過 之前一直都受到不少惡意的投訴 說食環處會前來調查 但查完之後都說沒問題 原來有些人都打去食環處投訴他 大家知道 楊明撐警就不是屈他 他事實上有跟曹永廉、朱庭軒 那些人去到警察總部 公共關係科一起撐警 大俠照 而且也有被人拍到 他在官堂清除示威者所架設的路障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非常撐警 深藍的藝人 最後就想說一下民意調查 這個民調是由明報的記者 在昨天遊行期間 對於示威人士所做的 他們就問到一個問題 到底如果你會繼續參加這個運動的時候 會參與哪些行動呢? 有九成八的人會去遊行集會 有九成三的人會參加這個黃色經濟圈 即是光顧黃店和抵制藍店 似乎這個概念都很受到遊行人士所歡迎 大家都可以看到 昨天在銅鑼灣開歌 也大排長龍 但是有很多人繼續來潑冷水 以及說你們搞不定 比如說明報自己也找了一個中大的副教授 就叫莊太良 他說這個黃色經濟圈就不應該叫經濟圈 要黃色餐廳圈 因為香港經濟主要是以金融貿易為主體 金融貿易很難受黃藍區分所影響 他還說了一句話 也很離地 他說如果你把中國製的衣物 通通都扔掉的話 你家裡還剩下什麼呢? 說起食物 中國製的豬肉 你敢不敢吃嗎? 現在武漢還在罵不明的肺炎 被人踢爆了 原來所謂的海鮮城 根本不是做海鮮 海鮮怎麼會導致肺炎 原來也是修修做野味 又果子尼 又蛇 又猴子 又活佬 他們喜歡搞這些東西 還說中國製的食物 你吃吧 衣物 很多都轉了去東南亞製衣廠 自己出去 很多都轉了去柬埔寨 以驚傻傻 真的 這樣就叫暢淡黃色經濟圈 今天還有兩篇文章 包括幫港出聲的一篇 叫做黃色經濟圈 是義和團 光顧義和團 即是貶斥黃絲是義和團的人 接著有一篇橙新聞的文章 叫做黃色經濟圈等同萬聖自殺 黃色經濟圈的概念 的確是挑動了他們的神經 否則 不會連續 十幾天不停來 唱淡 唱衰 唱臭 他們很少對於一個觀念 這樣來密集式批評 即是說這件事是做得對的 否則他們不會這麼大反應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